我们今天如果说走今天这段高速 一直走的话 从太原到北京大概就是 四个跟五个小时时间就到了 很近哦 对很近 如果做现在我们所谓 大家昨天坐的那个高铁动车更快一些 不到三个小时时间就到北京了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么像这边来讲 就是通往河北和北京这样一段高速 也是我们叫新府高速 新就是这个新州 府是这哪里呢 府平 河北那个地方 府平线 但是我们走到五台站那边 我们就会下高速 所以说整个全程走下来 三个多小时时间 路上边呢 小张会选择给大家停两次吧 我们大概一个半小时停一次 可以吧 对 因为山西这边的 它很多的高速服务站 休息站 它大概有隔道三四十 四五十公里 或者五六十公里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在 一个半小时左右停一次 如果说大家提前有什么需要呢 可以跟小张来讲 我临时做好这个提前 提前停车的一个准备 如果说没有 那我们就正常一个半小时停一次 这样子 对 我们这边呢比较干 当然可能从这个 不光是这里了 河南那边 对 看到所以也在喝水 然后河南那边 包括西安那边都会比较干一些 大家要多喝水 这边跳舞会很多水果 你要多喝 这个多吃水果 多抹出文生素 然后这个车子前边 如果说你要不想喝那个冷水的话 是会